彰化八卦山附近的南天宮 也有十殿閻羅 十八層地獄的場景 正殿右側為第一殿勤廣王 場景裡有聂靜台、鬼門關等 在此判定善惡或分發各殿受審 正殿左側是二殿楚江王 好看營書者、鐵錐擦眼 案件傷人者、萬件穿行 各殿前方都立有解說牌 說明各殿所施掌的地獄 以及各種惡因跟果報的關係 場景裡的人物、表情、姿態也都十分生動 來到二樓有十八層地獄的入口 穿過了山洞來到了奈何橋 燈光變成紅色的慢慢的往上走 腳底下踩著奈何橋不太踏實 原來腳底下有機關被嚇了一大跳 前方是三殿送帝王 這裡的十殿閻羅場景 也有旁白和背景 也有呼呼的風聲和鬼聲 第三殿是十錐地獄和銅蛇地獄 接著是四殿五關王 有火燒銅柱刨落之行 恐怖的石墨絞身之行 接著來到五殿森羅王 組長叫換地獄 有破杜穿長之行 還有劍山穿身之行 後方還有一座望香塔 第五殿後方是第六殿變成王 有斷手腳四肢之行 同場參觀的小朋友好像一點都不怕 第六殿還有砸刀斷頭之行 可能是怕嚇到觀眾吧 所以呼呼的鬼叫聲呢 其實並不是太明顯 電動的鬼猜人偶呢 動作也不是太大 接著看到的是第七殿泰山王 每一殿好像都有文武官 文武判官 第七殿看起來特別的陰森 可以看到鬼猜 帶領著罪犯 冤魂 往殿前受傷 還有看到鬼猜 吊掛著犯人 應該是下油鍋吧 或是將冤魂丟入血池 受無量庫 接著來到八殿都市王 看到有冤魂獸大鋸之行 鬼族拉動鋸子的動作並不是太大 另一個刑罰場景應該是 倒頭摘下油鍋吧 接著來到第九殿平等王 有一個很威猛的鬼族 架著石墨車 有鬼魂醉一犯跪著等待受刑 有凶惡的鬼族拉著犯人 執行拔捨之行 最後一殿是第十殿轉輪王 有象徵六道輪迴的轉輪 發放轉世憑據的官吏 所有鬼魂不論散服罪惡 都在此領政轉世 轉世之前先到孟婆庭喝孟婆湯 忘卻轉世之前的所有記憶 南天宮不只有十八層地獄 四樓還有魔界怪壇 神話故事的立體人物場景 福島 九屋 十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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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層地獄 八層地獄 十六指 十六指